大家好,我是慧琼,我来自中国,四川成都,我是一个插画师,感谢朋友一万的邀请 今天让我来谈一谈为什么我们设计民族英雄这么重要呢? 我觉得有几点啊,就是第一点就是我觉得,首先来说让我们记得我们设计的就是我们同样一个行业的一些先辈,他们关注的就是这些人的历史,就是我们历史上有哪些先辈做的比较好的,他们就在做在怀念他们的同时,我们也能够让我们的设计有一个继承传承发扬的一个历史感 另外,第二个就是,就是为什么设计这件事情重要呢? 因为我觉得让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精神比较重要,就除了这个人之外,就是他们设计的精神呀,他们为什么会成为伟大的人也比较重要 我觉得让我们不要忘记,就是为何而设计,就是永远不要忘记,为什么我们的,就是在设计的这条路,为什么有人在不断的往前走,他们为什么这么坚持,我们年轻的一代都应该学习一下这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呢,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,就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一半的人呢,可能对于一些年轻的设计师有一个引导作用 那我们都在学习先辈的精神,那他们会知道我们在关注这些东西,那他们也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那这个设计就会不断的传承下去,我们的精神,为什么我们来设计这件事情,也会让他们不断的思考去探索发现 这样子,谢谢大家